一起来基隆 为期七天的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暑假7月24号到30号 将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实体登场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及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青 亲自启动活动仪式 为7月下旬的科学展览会揭开序幕 科展奇迹 星星聚龙 这个活动赠为了35年 以后在基隆办 那基隆今年也补助很多款项 希望办得非常好 因为35年没办了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来基隆 看到海科馆 看到我们的海洋大学 当中我们也安排了42个摊位 很多的活动 我相信每个人来这边会物超所值 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年轻学生的生命力跟创造力 那今年是回复到实体办理 所以规模跟内容都非常非常丰富 很多以前省略的今年都全部回来了 而且会更加的扩大 这一次把握这个机会 全国的家长请把今年7月24号到30号这一段时间留下来 好好的规划 跟你的小朋友到基隆来玩一趟 做一个很好的亲子之旅 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记忆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试赛优等的队伍 分享珊瑚概化对海洋酸化利弊的造道真相 及全球热议的悲伤与叹息 我们发现以学校的述种来讲 我们的龙树以及小艾染人的固碳能力是最好的 主办单位也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 规划精彩的科展之夜及科学之旅的参访活动 金融市与科教馆也邀请了产观学单位共襄盛举 透过各式多元丰富的活动 要让全台湾的师生们都能到基隆 参加全国科展探索科学热趣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